据美国媒体报道 由于投资人忧虑经济前景 油价周三下探全年新低 但是有业界专家认为 近期仍有多种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油价经济反弹的可能性 也是有所上升 据路透社消息报道 周三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美国农员库存上周意外上升 其中相关提炼产品油库存 增加620万桶 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220万桶 另外汽油库存增加530万桶 也超出市场预期的270万桶 有业界专家分歧 由于投资人预期 2023年经济进入衰退期 导致部分石油期货基金 过去几个交易日当中 抛售远期合约压低价格 同时原本预期欧美 对俄罗斯石油禁运措施即将生效 将会推升油价的现象 近期也并没有出现 所以也引发期货投资人的 合约技术调整 英国柏兰特原油周三下降 2.81% 盘中一度下探77美元 而美国纽约商品集交所 德州青田油下跌3.19% 为71.9美元左右一桶 下探全年新低 但是多个投资公司专家认为 石油价格近期仍有大幅反弹的可能 首先中国疫情风控缓解经济市场开放 对石油需求将会大幅上升 实际上数据显示中国11月份石油进口量同比上升12% 并且是10个月以来最大进口量 另外由于部分产油国竞相争取在欧美的俄罗斯禁用生效之前快速出口 导致海运通道堵塞 在地中海临近土耳其海域的俄罗斯黑海港口 有20个油船受阻而无法通行 此外也有消息报道 俄罗斯也在考虑为回应欧美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制定价格上限的行为 而率先停止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这些现象都会导致油价近期的大幅反弹上升 疯狂卫视 庞哲耀依伟 纽约报道